王維倫 華麗轉身的技術 名部專訊 北京高官南下 就香港政改問題再度出山從正面角度分析 政改到了關鍵時刻 北京官員南下作最後的解說 從整軍用 再戰民意 相當正常但約從負面角度分析 政改至今 泛民轉身無期 局面再僵持下去 很容易被否決 因此 北京官員南來收封 了解前線情況 作出最壞打算 亦屬可能所以 就在這個學劣的政治環境下 有泛民的所謂溫和派就在這個關鍵時刻 提出了一些想法 期望泛民議員轉身最近談得比較多的議題 就是提委會的組成如何更為民主化 例如提委會委員的產生 由公司票轉為個人票早幾天 連北京法律專家也覺得屬於本地立法事項 今時此議題值得討論在此先申報利益 不只是去年18學者方案的成員 當時18學者方案之內 有關提委會的改革部分 只有一項 就是提委會成員的組成 由公司票轉為個人票 但是 此部分當時已有建制派朋友提出質疑 因為這意味著提委會的民主化步伐太大 難以接受 同時 亦有泛民朋友指出 轉為個人票無助提高提委會民主成分 因為有大部分沒有工作的退休人士 家庭主婦及學生均備並專門外 不過 當時不者認為 不能將提委會公司票轉個人票的建議 抽離18學者的整體方案而獨立討論 因為提委會最重要的權力 在於守住出閘的門檻 只要出閘的門檻 按照之前的選委會方式 維持百分之一的話 既然之前選委會都可以出閘 因此泛民的參選人出閘之原念不大由是 提委會的組成 由公司票轉為個人票 改革幅度較少 相信建制派亦可勉強接受應就修改提委會組成方式提方案問題是 現在某些泛民的所謂溫和派 重提提委會由公司票改為個人票 指搞提委會組成的民主成分 卻抽控了出閘限制的部分 掩耳到零 難以說服泛民的支持者轉台因為8.31決定把出閘的門檻定在一半 即使提委會的公司票轉為個人票 泛民亦沒有把握提高出閘機會 除非經改動之後的提委會 泛民有機會奪得近600個席位單司 要贏到如此直數 除非四大界別的均衡比例之準則被打破 大幅度增加巡個人票進入提委會成員之直數比例 又或者泛民出動人海戰術參選 才有機會衝上近600個席位 然而 泛民的支持者 願意參選的人士不多 以上一屆選委會選舉為例 泛民出盡狗牛月虎之力才抽夠200多人出選 好了 即使提委會組成轉為個人票 泛民從哪裏找來五六百人參選呢? 所以 現在既然有泛民的所謂溫和派提出此建議 不者倒也希望 提出方案的人士 應就如何修改提委會的組成及選舉方式 提出可行的詳細技術分析及方案 讓泛民的支持者可以再三思良及嘴著 而不是勤跑媒體做訪問搶尾光燈講講口號泛民的所謂溫和派 蘇萊爾論述力強制他 連這些基本功也做不好 又怎能說服泛民支持者轉身呢? parabén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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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